來看到的是這凌晨時分在國道發生的離奇死亡車禍 有機車騎上國道遭小轎車迎頭撞上 一度傳出現場殘骸四散 卻找不到傷患 最後救護員竟發現騎士被撞飛 卡在中央分隔島內 明顯死亡 警方拉起封鎖線 並小心翼翼的搬運遺體 30號凌晨天還沒亮 國道發生一起離奇的死亡車禍 在北上一百八十一公里處 驚船有機車騎士竟然騎上國道 與白色轎車發生追撞 當場被噴飛 他是一個摩托車 我們現在去目擊者講說 現場好像只有他一個人而已 有20民眾發現車禍 但卻沒有在路面上看到傷患 趕緊通報台中市消防局 直到救護人員抵達才發現 機車騎士噴飛後 居然卡在中央分隔島 要不一下更是結成兩段 明顯死亡 看到現場就是 就是人人在那個中間分隔島那邊 已經沒有生命真相了 就是整個肢體都變形了 我們救護人員確認後 他都已經整個都變形 肢瘦 那個有身體有分離了 據肇事的小照車駕駛表示 是機車逆向騎過來 才讓他閃避不及 迎頭撞上 目前該路段已排除毀堵 但至於騎士究竟為何會騎上國道 原因仍有待進一步釐清 記者呂介雲 許凱提 台中報導 警察 可惜 各位 感谢观看